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代代哈尼族人年复一年的雕刻 哈尼提田的集数最多达三千多集 正是这样的广度和落差 让哈尼提田成为摄影的天堂 哈尼提田有一个特点 令不少前来捕捉盛景的摄影师 不必久留 也不会空手而归 哈尼提田每年多达两百多天的时间里 都可以看见翻涌的云海 这是因为低纬度河谷区 长年的高温使江河的水大量蒸发 到了高空 受到冷气团的冷却 形成云雾终年缠绕于山间 在山岳地区特有的云海景观和千层梯田交相辉映 每一个镜头都有着明信片般的质感 除了云海 哈尼提田的颜色也富于变化 当地有种说法叫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 埃劳山区的山体海拔落差可达两千多米 山脚处的水道已经是成熟的金黄色 而山顶却还是碧绿的 等到山顶的庄稼黄了 山脚早已收割结束 露出田里的水光 哈尼提田的四季有着不同的拍摄主题 春天晴朗的天气把提田染成水蓝色 夏季稻田的央苗碧绿无边 秋收时节 遍山流淌着金黄的浪潮 冬季则是哈尼提田最适合摄影的时节 哈尼族人在秋收后放水养田 蓄满水的梯田会生长出红色浮屏 在翻涌的云海间如同仙境 在江西的深山老林中 有一群亡命之徒 他们每天在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悬崖峭壁上 攀爬横跃 他们本是普通村民 是什么让他们不顾危险 偏要以命相搏呢 关注看见地理微信公众号 回复悬崖给你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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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